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27号 星期一 大陆保时捷 濒临生死线 不 当然了 现在可能就说 就要挂 就要死 也还为时尚早的那么一点点 不 我看也接近了 怎么回事 多家保时捷经销商 现在集体抗议 保时捷就是用电动车压库存的行为 原因是 像什么TICAN MICAN的纯电动 为首的这些纯电车 价格太高 实在卖不出于多少 但保时捷中国 还要以压库存的方式 完成批准任务 经销商不堪重负 激励抗议 就是保时捷以前什么 就是说我这车来了之后 你经销商先买了 我不是说不在你这卖 就是你先买了 先卖给经销商 让经销商再卖给客户 这样的话 经销商会压很多库存 就会出现问题 但是以前的时候 会有一个均衡 就是我给你一些 就是说 比如说好卖的车 然后给你一些不好卖的车 你自己去想办法 在里边找到一个均衡点就完了 是吧 但是现在就是不行 现在保时捷 据说燃油车还凑合 但是电动车这边非常的糟糕 电动车现在跟中国电动车比 就没法比 不当然了 就是说不仅是纯电车型 保时捷燃油的销量也在下滑 所以经销商只能卖卖车 尤其是保时捷的成交均价 基本上是BBA 就是奔驰 宝马 奥迪的三倍 均价比什么 它跟BBA还不是一个档次的 比BBA还均价比较高三倍 比大众丰田高5到8倍 所以经销商确实无力承担 部分经销商就提出什么 停止进车 提供补贴 更换高管 就是觉得保时捷中国现在做的不好 要更换高管等诉求 去年2023年保时捷全球销量 同比增加了3% 其实全球是增加的 但是中国作为全球 全世界唯一一个下滑市场 同比下滑了15% 这销量下滑了比较厉害 而且中国是保时捷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中国下降了15% 全球的销量同比还在增加3% 这说明其他的其实发展很好 把中国都弥补过来了 还能富一点 但是到2024年今年 保时捷的销量下滑 实在是太厉害了 第一季度 比去年同期下滑了25% 跌了四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办 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这不光 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时代的一粒沙掉到保时捷头上了 就是一座大山了 你明白吗 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现在不是光保时捷这一个 所有的外资车企 在中国的日子都不好过 所有的外资的电动车 在中国的日子都不好过 没有好过的 现在我说是实在的 就是说不要说像保时捷这些什么 卖电动车的 特斯拉的日子也不好过 今年第一季度 特斯拉日 今年中国电动车是急速在增长 然后中国自由品牌都在增长 特斯拉可能是唯一一个 纯电动车公司在中国的 可能这个销量不但没增长 还下降了它 你知道吗 连特斯拉的日子都不好过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怎么办 当然美国会怪是中国车企 说中国车企什么剽窃 生产产能过剩 等等说一堆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 我觉得消费者 虽然我们经常说买的没有卖的精 对不对 说卖的精 但消费者是傻子吗 消费者会买那个又贵又不好的吗 对不对 那消费者也都不是傻子 消费者可能是买的又便宜又好的 不会买的又贵又不好的 对不对 这个市场就是这么残酷 这是没有办法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在中国 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中国自己国产的电动车 现在都是大牌电动车 外资企业生产电动车 在中国市场 基本上认为就是杂牌 就是杂牌电动车 然后你竟然比中国有大牌电动车 卖的还要贵 那谁买你呢 凭什么买你 你明白吗 这来讲呢 就没什么好说 这就是 就是时代 就是一个时代到了 就是这个中国经常说嘛 说这就是一个iPhone的一个故事 在中国发生了 就是当年来讲 iPhone刚刚出来的时候 摩托罗拉诺基亚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你怎么办 你只能向iPhone学习 你还要快速学习 如果你不快速学习的话 你很快就要被iPhone就干掉了 那最后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就没有了 你明白吗 现在也是中国的电动车出来的 就相当于是手机界的iPhone一样 那你们传统燃油车就跟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一样 你要变还是不变 你变继续竞争还能存在 你不变 你就跟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你就消失掉了 保日捷现在就是 就是保日捷你现在要变 你就当你枪我们演的神编不就是嘛 对不对 你枪来了我就开始玩枪了 我必须要就是说与时俱进 就是保日捷如果能够与时俱进的话 你不能够在这一波里边存活下来 如果不能够的话 那保日捷最后的下场 实际上跟摩托罗拉和诺基亚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而且不仅仅是保日捷奥 不仅仅保日捷奥奔驰 宝马面临的全部都是这个情况 Elon Musk说了一点 就是说如果Elon Musk说大实话 Elon Musk这个人气点还是不错的 他是面对 他是真的就是说认清现实面对现实 从事实出发 对不对 这样来到才能够成功 你不这样的话你成功不了 Elon Musk面对现实 他就说就目前来讲 如果全世界各国的政府不出来用政治手段 来抑制中国电动汽车的话 那么全世界所有的车企 全部都会被中国电动汽车打垮 没有人能够幸免 当年的iPhone也是 但是iPhone由美国政府在背后支持 就是你其他的这种企业 你又没有办法去跟美国政府去抗衡 你知道吗 你用政治手段 那美国政府就用军事手段了 对不对 最后iPhone就把所有的这些全打垮了 几乎就一统天下 当然后来三星华为小米勉强现在在这维持 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 也就是三星华为小米还能跟iPhone维持一下 其他的品牌都维持不了了 但是就即使就像华为小米能够跟iPhone维持一下的 不也遭到美国的这种政治暴击吗 对不对 而且你三星呢 三星实际上背后很多都是美资 但即使就是美资都不行 美资都不放过 自己的蒙尔都不放过 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那现在到国家电动汽车也是在这儿的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政治和军事在背后支持的话 你的电动汽车 当然最后我也不知道 在最后这还不好说 你知道吗 中国现在问题主要问题就是什么呢 中国的电动车企做的很成功 真的是非常成功 但是中国从政治和军事上 能不能给这些电动车企足够的支撑 就是不好说了 那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咱不说中国 咱倒来说美国 我有个小伙伴最近也想买车 他最近需要给他老婆买一辆车 买一辆车就在这看 还是想看电动车什么的 你知道吗 反正就是说比较喜欢电动车 因为现在除了实在 就是说你开了电动车 多好多好点上瘾 我们其实也是 我们开了电动车之后 也不想回燃烧车 你知道吗 这个你得承认 就是说我以前总觉得这帮人疯了 都买个特斯拉一个个的 就跟被郭文贵PUA了一样 你知道吗 我现在明白了 就是说他们对电动车有一种喜爱 你知道吗 电动车的确有一种喜爱 但是就是说他们关键是什么 他们比较愚蠢 他们没那么明白 他们的喜爱是对电动车的喜爱 不是对特斯拉喜爱 其实他们换个别的电动车 跟特斯拉其实也差不多 区别并不是很大 貌有良心说 你知道吗 其实中国有很多电动车 真的不比特斯拉差 但是呢 这个他们最后就分不清了 他们最后就搞不清 他们把自己 对这种电动车的这种喜爱 这种痴迷 知道吗 这个把自己 就自己给自己洗脑 迷惑成的是对特斯拉的 这种痴迷和喜爱了 但是这个就没办法 这是智力水平的问题 我就不说什么了 电动车的确是别人说好 我现在一辆911燃油车 一辆Taycan 对吧 这个电动车 猫有良心说 911在燃油车里边 那都是属于标杆性的存在 对不对 但是呢 跟这个燃油车比起来呢 你要正要开的话 我当然还是喜欢开911 对吧 你们开 你们不会疯了 觉得我喜欢开Taycan吧 这是不可能的 那不是一个概念 真的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这两天有个朋友来玩 然后呢我们接他 回来的时候 接他去的时候呢 开的是电动车 Taycan接回来的 然后因为接人呢 车小吧 这两辆车都特别小 坏的小 所以我没法做副驾驶 所以我坐驾驶位 让我来 因为平常我让我老婆开 我懒得开 那这次因为接他们 都是我开的 那我坐在这个驾驶位 我接给他们接回来了 开了Taycan 回去是开911 给他们送回去的 对吧 那你说你老婆我问你 对不对 很多人总觉得我们在这 就好像我就是这个偏向于这个 911回程车 实际上我是喜欢电动车的 对不对 但是呢咱不说我 你喜欢开哪个 你喜欢开911 还是喜欢开Taycan 对 谁也不傻 你懂吗 我告诉你啊 总有傻逼跟我抬杠 说你给你老婆花上钱 你买辆特斯拉 你让你老婆看看 你看老婆喜欢开特斯拉 还是喜欢开911 你是傻逼 你能说出这种问题来 你知道吗 你妈能说真的是 没见过 就丢人现眼 没见过世面到家了 你花17万 你买 你就不用买 不用买20几万的911 你就花个17万美元 买个跟我一样的 但是你要把我选的这些东西选上 什么这个 什么后轮转向啊 什么抬头 抬头显示啊 什么这个就是这个 PTCC啊 PTV啊 PTV Plus啊 你都你都把这些选上 你相信吗 你不选这些的话 你跟买量大众没区别 这个我也承认 当然有很多人买911 买买什么是被骗的 骗的什么都没选 保守节的核心进入都没选 知道吗 买了跟买量大众 结果就跟大众开车废话 那当然跟大众开车废话 你们你钱没花对不对 你把这些加价 你全都加上 把这些全都选上 然后你再开 然后你开完之后 你跟我说 你喜欢开911 你还是喜欢开特斯拉 你还是喜欢开Taycan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但他不对啊 我的意思啊 不是你燃油车 你不能拿911做一个标杆 你要因为你拿 你开着911 我经常前面试车 每次试车都有问题 因为每次试车的时候 我都开着911去试车 你没法试 你哪个都想骂街 你懂吗 对 在911是个特殊性的 但是就跟你说 即使是911来讲 我都会更喜欢燃油的 我都会喜欢电的 如果有一天911 能做成电车的话 我觉得会如虎添翼 会更牛逼 你懂吗 就是说Taycan作为电车来讲 比燃油车要好 但是911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你明白吗 但是我不是说 你当你低下我的意思 你知道吗 但是911如果出电的 如果911都是911的话 如果出一辆燃油的和一辆电的 我买哪辆 我买电的 你懂吗 但是如果是一辆燃油的911 和一辆电的Taycan 我买哪个 我买911 为什么呢 因为我老婆不让我 我老婆喜欢 但是实际上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我没结婚啊 如果我是个快乐的单身汉的话 知道吗 我可能会买Taycan 911是好的 但是他太不实用了 你知道吗 我们男生买车吧 还是会把实用性搁在前面 他不像女生 我老婆是疯了 你知道吗 偏要买辆911 所以我也就算了 作为一个已婚男人 你们也懂的 对不对 你要我说什么呢 对不对 这个小米不也说吗 说这个男人负责选车 女人负责决定买哪辆 你懂我意思吗 反正我选完了 我老婆决定 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也喜欢电动车 二娘去说 就是说 这就很复杂 但是不是说哪辆电动车 都比任何一辆燃油车好 燃油车里面还是牛逼的 你知道吗 有的是电动车的确比不了的 有一些优势 有一些优势 但是我也会买电动车 但是问题的前提在哪 就是说 你也要便宜 你现在电动车卖 卖多少钱 中国人卖多少钱 你懂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点 就是说 我的小伙伴现在也要买电动车 也不想买电动车 因为也是就是这个 给老婆开 对不对 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 就是说在买的时候 他就做研究 然后就是说在研究看美国的电动车 然后同时就是说 没事就看看什么抖音小红书 看看中国的电动车 这小伙伴他也在美国 你知道吗 然后看了看中国电动车 回来我们俩聊天 他也是说这意思 就是说 天哪 真的看完了中国那些电动车 经常给我发点小视频 是不是中国电车 什么自己停车 什么这个那个的 什么手势 一说话 放歌 你知道吗 简直是的 你知道吗 中国电车现在已经是 没有你拿不到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你知道吗 没有你买不到的 反正就你看了之后 而且再看那个价钱 你再看美国电动车的价钱 你就快哭出来了 你懂吗 就真的有一种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像 就像苏联人民在羡慕美帝一样 知道吗 我们感觉我们跟苏联人民在羡慕美帝 但是在这边有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我们还跟苏联人民当前 跟美帝的观点还不一样 当年美国他搞金融 美国是又有钱又有物质 苏联是有钱 但是重军工比较好 就是说轻仿化不行 对不对 所以生活不好 又没钱生活又不好 知道吗 但现在美国对中国是有一点还有好处 就是什么呢 就是相对来讲我们也承认 就是现在来讲 美元购买实力真的是强 如果你挣美元 你拿美元去花 你买这些奢侈品的时候 你的那种购买力和拿人民币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种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属于什么 就明显感上 我们美国就是说 你看我们 像我小伙伴我们一买车 最起码是10万美元的预算拿出来 10万15万美元的预算 对不对 我们拿出来要买辆车的时候 当我们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10万15万美元 这种预算我们买辆车的话 我们看中国的话 那就横着挑 几乎就接近于横着挑了 你懂我意思吗 当然你要是 羊毛幽8 羊毛幽9可能还有难度 但是那可能更贵 那个咱们再说 但是绝大多数来讲 你就可以横着挑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呢 中国老百姓 相对没有老百姓来讲 就是说从预算上没那么充足 就是说美国现在是个资本过剩 你知道吗 他现在严重资本过剩 老百姓手里的钱其实比较多 但是买不着东西 中国现在什么什么呢 就是说东西真的是价廉物美 但是老百姓手里的资金不够多 就是说这种 你懂吧 钱不够多 所以信来讲就是美国 美国人民还能撑着在哪 主要还是就是说 因为美元现在大家还认他 还认他虽然他在印 但是虽然是印的 但只要大家认他就能够花 他能够花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购买例子 在这儿 只是我们买不到 所以心里虽然也是很难受 但是就是说 由于购买力还在 所以你还没有那么难受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如果再慢慢的 再发展发展 中国如果再提高老百姓的这种收入水平 然后提高自己的资本 就是说你美国 以前来讲是你美国给我资本 我来提供产品和服务 你现在你不够资本了 中国如果最后能够想办法通过税杆 通过什么 自己来给自己提供资本的话 有一天这人民币可能就升值了 美元就贬值 因为你这钱越来越多东西都买不到 你只能就是就毛了 你这钱就毛了 毛了你就贬值了 他的钱就升值了 你懂吗 那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就真成苏联人民了 你明白吗 就购买力跟人差不多 买的东西还买不着 你明白吗 所以现在这个美国呢 现在就出来这个问题 所以也是必须要想办法 必须要这个改革 所以我其实我现在真的 我越来越认为啊 其实中美还是共治是最好的 中美配合 就是说其实美国应该跟中国去配合 不让中国产生什么 产生资本端 尽量资本端 还是用美国给他提供资本端 让中国提价提供商品和服务 其实这是最好的 你现在不给他提供资本了之后 他自己给自己提供资本 一旦他成功了之后 你就有问题了 你明白吧 所以呢 但是现在呢 反正这个事呢也很难说清楚 但不管怎么着吧 呃 不是保时捷的问题 毛主良心说 现在不是保时捷换一个高管能解决的 现在是美国政府和欧洲政府 必须要想办法 必须要想办法 但是就是说 你说彻底跟中国就是闹歪了 彻底闹歪 成功了 那最后那你们就别干了 你不要给我彻底全走 那你在中国等于就 那就真的就死了 为什么说这个 濒临生死线呢就在这 那就彻底别干了 别干了是好事吗 不见得是好事 闭关锁国就目前来讲 对美国和欧洲不是最有利的 其实不是最有利的 所以美国欧洲的要聪明一点 要聪明一点 看看能怎么办 我不知道川普怎么样 川普还比较聪明 我不知道川普上来之后 能不能迅速的就是说 跟中国车企区合作 以市场换技术 就用美国的市场 换中国的新的电动车技术 在电动车方面 在这个太阳能板 在这个电池 电动车 就新三亚这方面 技术非常强 就是说美国 但是美国市场是很大的 你用市场去吸引它 把它的技术拿过来 我觉得它最后可能 也会同意一部分 是会同意一部分 中国当年也是用市场换的技术 对不对 那现在的美国也同样 可以用市场去换技术 实际上是可以的 只不过就是说 美国的领导阶层 美国政府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 能不能脑子就开窍了 能不能转过来 其实就是一念之差 只要转过来之后 愿意用市场换技术的话 美国其实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但是如果不换的话 那恐怕就是说 最后我们变成苏联人民 人家变成美帝 是很有可能的 而且你看看人家现在 小家电 小米现在小家电 智能电灯 什么智能的乱七八糟的 他那些 我不知道什么扫率机器人 什么冰箱什么 他现在电视镜 有他不做的 全都在做 空调智能空调 对不对 他不是说吗 小米车也开回家 空调电灯一起亮 对不对 家里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整个生态就建立起来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就是说 你这么搞下去 到最后 现在就是说 是在美国的我们华侨 能够看到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们羡慕 对不对 美国人现在还不羡慕 因为美国人不了解 你明白吗 那你最后 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 你最后就只能跟中国一样 你干什么呢 建防守墙 不许看中国的东西 什么抖音小红书都不许看 都不许看 因为在这些东西里面 因为美国人一刷 中国人过这种生活 我靠他们 你知道你有时候 你看中国那些家电什么的 还有他那个洗水池 你见见洗水池了吗 那是牛逼到爆炸 你知道吗 什么弄个水杯 又正式出来给你洗个杯 那弄个弄个锅的 你看那些高科技到一个不行 你知道吗 你感觉他那洗水池 就跟一个低气人似的了 你知道吗 中国有时候 你看那些东西 看完之后你都懵逼了 你知道吗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你到最后的话 那你就真的 就防火墙吧 就所有的中国这些小视频 你都别看 你看完之后 快哭出来 你知道吗 你在看小公司 你在看他吃的 我不知道前两天看一个 真的看到我眼泪口水一起出来了 知道吗 生泪俱下 用什么 用肥肠加榴莲 中国的一个小吃 用肥肠 然后把榴莲盐摆了之后 搁在肥肠里边塞进去 然后再切清一段一段的 然后呢 哇靠 是吧 觉得也好吃不了 臭烘烘的 真的 他们不说吗 比如说我一个碗 我拿这碗装了屎 对不对 然后我把它冲干净了 然后都洗干净了 然后这碗你肯定你也不用了 对不对 但是我这大肠里面装的都是屎 我也冲干净洗干净 你吃的相及了 是不是 反正就说这意思 反正你 我觉得反正就是美国和欧洲 看怎么想办法吧 必须要一个聪明的领导人 其实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是个聪明的领导人 怎么能够迅速在这个时候想办法 如果不想办法的话 差距只能越来越大 到最后就真的就美国人 您不能看中国的小视频了 没法看 看完之后就光上了羡慕嫉妒恨了 真的就是哈拉的眼泪流一地 你知道吗 真的声音俱下 然后保时捷什么的 最后都竞争不了 没办法竞争 你现在必须要允许保时捷 跟中国去合作了 保时捷现在如果想在中国存活下来的话 保时捷要融入中国的生产线 知道吗 这个电池还有很多技术 要从中国拿 直接从中国拿技术 但现在美国不让 很多的保时捷兵力 如果弄成中国技术 美国就不让那车进美国市场 导致他现在不敢完全跟中国去融合 那最后没办法 那最后保时捷怎么办 我不知道 保时捷走去想办法 那干脆就分开 就是说中国保时捷是一个保时捷 另外一个保时捷是另外一个保时捷 从干脆就不行的话 从股份上就分开 成两家公司不在一个集团里边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这本的生产的车 是卖给美国欧洲的这种 就是低端人民的 然后跟中国人民造了一些高科技的 最前端的最先进的车 造给中国人民 就这样 没办法 其实你也有在开玩笑 其实真不是 现在很多的车企都这样 就干脆我把它分开 我给中国市场做的 就是说竞争力最强的车型 因为中国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太疯狂了 我要从小来必须要做竞争力 但是美国欧洲市场 由于反正也没什么竞争力 他必干锁国没有竞争力 他一个低竞争力的市场 我在中国一些 就是说做完之后一些低端的 一些车系 只要在中国竞争不了的 但是拿来看看在美国 欧洲还能竞争的 我把它拿过来就完了 我在中国 我用我最强的技术 最强的 最强有力竞争力的车 在这存活 最后就是如此 我不开玩笑的 你听起来就像笑话 但是实际上就这样 就是说一旦那个市场竞争压力太大了 你的市场竞争不足的话 那就田地赛马 我这上场 最后这个市场已经没人要的车型 拿到你这来你都抢上去 都比你在美国买的电动车强 你信不信 到最后这种一家 就中国这100多家电动车企业 最后互相竞争 就像雷军说的 到最后就剩7家8家 这7家8家拿着这车 就这7家8家拿着这车 在中国已经竞争不了 你为啥代车型拿到美国来 你美国人看着都都懵逼了 你都跪下了 你都觉得我操这么牛逼的车 在中国竞争竞争不了了 我不开玩笑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话 如果你现在不想办法 一定有这一天 好吧 当然 你也可以 我彻底闭关锁国 就是你的淘汰车型 我都不要 那你就是把老百姓的眼睛 耳朵都忽住了 别让他们看见那些东西 别让他们看到那些东西 一旦他们看到了之后 他们就开始认为是你有问题了 是你政府有问题了 懂吗 那你最后 那你就只能把什么抖音 TikTok的全部都封禁掉 然后任何的 只要是一个小视频 给你炫耀 就是说中国人民过什么样 高科技的生活的时候 你都说这都是境外势力 试图给本国人民洗脑 你懂吗 就真的 你到时候就说这都不是 中国都是假的 他们都是假象 他们雇的眼睛做的 知道吗 这都不是真的 就跟前苏联人也是 就是看美国人民家里有冰箱 有开着车 早上前开着车去上班了 晚上开车回来 家里有冰箱 有灶台 有烤肉 知道吗 都是假的 都是他们雇的 其实只有美国的富豪 能过这种生活 就欺骗苏联人民 你懂我意思吗 你只能这样 这场冷战最后的结果 没有什么好说的 冷战的结果就知道 谁崩溃 谁日子过得不好 谁崩溃 这就是鲁信的文化评论 就是物质崇拜论 谁的物质生活好 谁就胜利了 谁的物质生活不好 谁就失败了 就这样 好吧 保时捷要想办法 必须要融入中国的电动汽车的生产线 全部中暴 全部要在一起合作才行 这样才能够增加保时捷的竞争力 如果保时捷能够把它的911车型跟中国去 如果在中国本地造 然后用中国的电池 用中国的一些技术的话 911车型 我说的实在的 它的价格能比现在低一半 甚至只有现在三分之一 你有想过吗 如果911出了电动的价格比现在低三分之一的话 那在中国市场上怎么着 谁不服 卖不出去 那见了鬼了卖不出去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如果我就是找11整个出电动的 然后就保持我现在的底盘技术 我价格低三分之一 卖不出去 那到时候就不是我保时捷的经销商闹事了 就变成你的经销商闹事了 懂吧 但是你现在做到的 你做不到 因为你没有办法融入到中国的生产线里去 没有办法 这就完了 好吧 那这些人到这里吧 谢谢 谢谢 谢谢